音樂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沛沛 歡迎來到看震昇 今天沛沛要帶大家來看好料 好料怎麼煮呢 當然就是要 聽我們發展和發展什麼事的 上菜秀還有看我們正式的品牌 這樣你就能知道最好吃的料理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來到北港金月軒 要來採訪我們的主廚 我身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廚楊師傅 嗨 大家好 姐妹好 各位觀眾好 今天要跟我們大家介紹的菜色是什麼 你看面前看到的是鮮蝦虎皮捲 蝦子 對 我們看到蝦子多大 很大的蝦子 在地的蝦子 對 這是伺服我們的在地的產業 是 然後這個是 這個很多人不了解 這個是洋地瓜 洋地瓜 對對對 就是這個洋地瓜 那台灣人就是說 兩薯啊 島吉啊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芹菜 芹菜 這個是香菜 這個都是在地的雲林的食材 是 我們都用在地的食材 那這個就是現成的 就是這些中和起來打成薑的 這個蝦餃餡 對對對 你不要再加一些太膩的東西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虎皮 這個虎皮是手工虎皮 手工虎皮就是我們豆漿有沒有 豆漿上面那一層 它用手工慢慢慢慢的把它拉起來 就變成一個半圓形 讓它自然烘乾 然後就變成一個虎皮 我從來沒有想過 豆漿上面那一層還可以做菜 有有有有有 豆漿從黃豆開始 豆漿豆腐 然後之類的 很多做豆製品 但是就是 這個我要手工的豆漿 比較濃的才會有 沒有一般的太輕的那個 豆漿做不出這個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把這些 食材處理好之後 把它弄成這個樣子 然後包在這個虎皮裡面 對對對 然後就去炸對不對 是是是 沒錯 那話不多說 好 我們就來了 帶大家去廚房 看我們師傅怎麼樣炸這個 鮮蝦虎皮捲 走 我常常跟我們家的老闆講過一句話 港式點心我就斤斤計較 為什麼斤斤計較 做什麼動作 它有一個精釀 有一個層次的 或是隨便做的 這樣 那我們先炸來 等一下就要 好 一百七到一百八的油溫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炸完之後 就是跟我們直接瘦子結合這樣 對 它裡面有瘦子 像 像我 我們這裡的瘦子 我們裡面還有放一些蔬菜 你看 我們就有放這些蔬菜 我們 放一些蔬菜 放一些 我們有生菜 比較不會膩 還有又加這個 加那個什麼 蜜芥之類的 泡梨乾 這是泡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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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的那個叫什麼 落神花 對對對 這一個是蘿蔔球 蘿蔔球 對對對 這個都是蜜餞 都可以吃 所以我們用這個 比較 解膩 把它丁油一下 把它滴油一下 像這個有些 蜜藥我們就先把它用過粒去 把它先 蜜油嗎 蜜油一下 現在很多人就注重這種 這個油 太蜜油 蜜油 蜜油 這個蜜油的這個 是從以前就這樣還是現在 本來就會有 但是有些人 沒有做這樣 想要甩一甩而已 我比較費工 三條 三條 打麻將的三條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這樣講 三油條 這個 這個三條這樣 這樣 這樣是一份 對 然後我們這裡 我們再加一個這個 頭加一個這個 很彈耶 對 說小小的 然後這一個 油條 然後這一個 碎碎的 這樣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有 比較顏色看起來比較漂亮 對對對 哇 香噴噴的鹹蝦腑皮捲炸火了 我要趕快來試吃一下 我跟你講 這麼費工的菜 在家實在是很難把它完成 而且啊 我剛剛看的那個 那一大鍋的油鍋 我覺得 我決定還是來金月軒吃就好了 哈哈哈哈 不客氣喔 嗯 酥脆的 來 嗯 嗯 所以你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就是 那個皮好脆喔 嗯 嗯 烤烤烤 而且裡面的蝦子 很扎實耶 就是吃得到 一整個蝦肉的那個感覺喔 那你在吃這個配菜 又不一樣 嗯 配菜 酸酸甜點 戀愛感覺 這樣才不會油膩啊 欸 有沒有 嗯 又吃這個 紅色這個 這個配這個真的很配 對啊 都不一樣 還有蔬菜 就不會由你解膩一下 嗯 對不對 這真的是絕配還有蔬菜 嗯 太好吃了 你們不要再吵我 我要趕快認真的吃 掰掰 請你 了 那 都 都